凡夫之所以为凡夫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故事 总以为自己样样都对 自己没有毛病 自己没有毛病 自以为是 菩萨跟凡夫不一样 菩萨从来没有自以为是的观念 菩萨知道自己毛病太多 天天在改啊 天天在反省 天天在改过 这叫觉悟的人 迷人没有过口感 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没有过世 过世都是别人 自己没有过世 殊不知 见到别人的过世 就是自己的过世 即使见不到别人过世 自己过世就没有了 古大德教我们这种方法 巧妙 为什么我们见到别人过世 为什么我们见到别人过世 自己 我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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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仕 帮助我们反省 帮助我们改过 所以 顺利 都是善知识 在反省当中 正所谓 有则 改至 无则 我们的家里 所以 菩萨 修行 能成佛的道理 就在这里 奇幻批评的 都是见到别人过世 怎么会见到别人过世呢 见到外面境界 引起自己的烦恼 换句话说 是自己的过世 外头哪有过世啊 引发自己的过世 这就真正有过世了 佛根祖司都是这样教导我 见到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为什么我们也见到 他阿赖眼里的不落印象 这一招搞明了 他心底清净 决定不然 看得很清楚 听得很清楚 他心里的 不被外面境界所动摇 不被外面境界所感染 这真修行人啊 怎么个修法呢 就在这上练功夫啊 盐在色相上练功夫 耳在阴沉上练功夫 鼻在香味上练功夫 血在味道上练功夫 这真修行人啊 客服自己的烦恶 客服自己的烦恼 机器 头一个要把心量透开 我们不要去看别人过世 要看自己的过世 一个人能够看到自己的过世 这叫开悟啊 把自己过世改正过来 那真修行啊 最根本的地方 把我们内心的矛盾 内心的不平 内心的染污 要把它化解 务必能够做到 像诸佛菩萨一样 对世出世间 一切人世无没有对立 这是所有一切冲突 烦恼生死的大根大本 要学六所会能打死 要常常见到自己过 不见世间过 这就是你的心的真地转了 像内观照 我们今天这大病 他不见自己过 专见别人过 专见别人过 就会增长烦恼 没办法消灭烦恼 外面环境诱惑了 里面贪嗔痴慢 离应外货 占得了 只顾内不顾外 往内照 外面与我不相干 舍弃掉了 专内照 这个照是智慧 智慧能够把烦恼 吸气化解掉了 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妙绝了 所以会用功的人 道业增长了 可是内观是很难 但是他效果非常殊胜 开头我们可以用外 外面是一面镜子 我们看自己的缺点 看不到 看人家的很容易 看到别人缺点 要生恭敬心 要生感恩的心 为什么 他提醒 我认真凡行呢 我有没有这个故事 有则改之 无则加明 这就对了 心里头 永远没有我人 人人都是善知识 找我麻烦的人 毁谤我的人 障碍我的人 甚至陷害我的人 全是善知识 看我用什么心 就看他 如果用真诚清净 平等 正觉慈悲 那全是菩萨 菩萨在此地 也表演给我看 让我在这个里头救我 让我在这里面反省 你看 你的心情多舒畅 多快乐 真真是 常常常守己过 这个是祖师大带的话 实在讲呢 跟坛经上六祖所说的 完全相同 六祖师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我 不见不是说不知 你见如不见 见到怎么样 不放在心上 见到之后 头一个反应 就是关照自己 有没有 自己有这个故事 赶快要改 自己没有这个故事 勉励自己 不要犯这个故事 看到是提醒自己 警惕自己 这是修行人 看到之后 放在心上 放在嘴上 就变成自己的故事了 天天批评人 天天说人家 批评人 说别人 就是故事 这个不会有些难 所以 是非善悟了 在阴念之间 在阴念之间 你能回光 返照 一切静云 无非到场 六足话说的对 人人都能够常常看到自己过时 自己毛病 而不看到别人的毛病 这个人就是圣人 这个人就是佛菩萨 佛菩萨跟别人不相同的地方 就是这一天 因为你天天看到别人过时 你一天到晚烦恼就多了 你看到别人都没有过时 只有自己有过时 烦恼就没有了 天就清净了 这句佛号就念好了 决定就能往上